大家好,我是V翔 那在這次Flash的課程當中呢 我會帶大家呢 了解Flash的繪圖的方式 那另外我們會使用時間軸 來做出簡單的基本動畫 此外我們還會討論到遮瑟片 怎麼使用遮瑟片呢 來做出一個特殊的動畫效果 我們還會討論到 怎麼做出一個無限的卷軸 來讓我們動畫呢 看起來有無限卷軸的遊戲的感覺 最後呢 我們會使用Photoshop裡的漫畫檔案 把它帶進來Flash 然後呢 做出一個個人風格的動畫 希望這樣的課程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